哈喽大家好 这周五上海的天气特别好 我正好在安福路逛了很多很多家居店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这个叫 Indigo Living的一个家居店 它的橱窗往里擦 你就可以一下注意到一个特别可爱的一间儿童房 它这个店的外面还停着一辆很漂亮的小自行车 这就是一进来的一间儿童房 它整体是蓝色的色调 给人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卧室的样子 它这些有一些橱柜还有收纳柜 这些收纳袋也特别可爱 就是颜色很鲜亮 这是一个补曼网 这个角落有一个室内的小帐篷 我觉得就是晚上偶尔站到这里面睡觉也特别棒 墙上还有很有趣的那种小动物的头 这个地球仪上面都是一些小动物的图案 特别好看 然后就上到楼上还是一些儿童房 它在墙上都有一些还挺有设计感的挂画 这间儿童房它主要的色调是绿色 就是也很轻轻 看起来感觉就是让人的视觉非常舒服 这是一个高低床游泳太空舱的感觉 书桌也都是布置的就是很简约 但是整体感觉挺好的 就是另外一间感觉特别少女心 应该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小房子 它也是一个高低床的设计 房上的玩偶都特别可爱 有一些粉色的小云菜 还有雨伞 还有小星星 其实它除了儿童房之外的一些家居的设计 都特别简单大气的 就像这些客厅 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落地窗 因为外面天气正好特别好 外面又都是梧桐 就是这个窗户就一下给整个室内提亮很多 就是一下就很有亮点 看着人真的感觉特别舒服 还可以听见外面风吹叶子的声音 真的让人觉得这个都不像是一家家居店 就是可以当成一个咖啡店 在这坐上一下午的这种感觉 继续上楼就还是一些不一样的家装的空间 就还是各种客厅还有办公室 这里有一个弧形的椅子我特别喜欢 虽然我没有上去躺 但是感觉它看着就很舒服 这边还是落地窗 就看着让人真的非常舒服 就是外面那种赏心悦目的绿色的感觉 这些沙发的颜色也就是感觉都在呼唤着你上去坐一坐 这个是一个中国风花纹的一个类似于挂着的屏风 感觉特别好 这条路上整个就真的特别小姿 然后感觉很好的感觉 这是另外一家家居店 名字叫Kasa Kasa 也在这条路上 一进来有一些挺有趣的小摆件 这些时钟都感觉奇形怪状的 但是真的很吸引人 尤其是那个眼睛形状的我特别喜欢 这家店也整体都非常有设计感 这些是它的一些你可以选家具用的色卡 我觉得这些色卡都特别走心 就是特别有感觉 乍一看跟一台手机壳一样 就尤其是这些木质的这种质地的就特别好 这些摆件也是 就一看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风格 整体感觉也特别有趣 这些小巷好像是凳子吧 就是它的设计也是线条特别简洁 但是就很好看 这是它上到二楼的一片空间 我感觉他们这些家居店的窗户开的 都特别就是有心思吧 就是可以投射到外面的一些风景 给人感觉特别好 这就是可以看到整个二楼的这个空间 这一片是主要用的是暖黄色的灯光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颜色的灯光 就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这块是各种各样的灯具 就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那种 绿色 再次感叹真的是 恰好在天气这么好的一天去逛这些家居店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接下来的这家小店 我原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叫brute cake 我原以为它可能是一个蛋糕房这种烘焙面包什么的 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家手作店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小杯子 还有一些萌营玩具 就是它店外的一些小绿植就是给人感觉也特别可爱 就它这个店的招牌就在一条路上就已经很抢眼了 这是里面的一个用饼干盒子自制成的一个时钟 就给人感觉很复古很有趣 这是它里面的一些小柜子 就像中药柜一样 但是很有感觉吧 它这些小碟子就是好多都是陶瓷了 也很有质感 然后店里养了很多的多肉 我很喜欢这面墙 上面放了就是它上面写的英文是brute cake marks with 100 faces 就是有一百个脸孔的这个杯子 它就是陶瓷杯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小人脸 就这种很简简单单的蓝色 但是给人感觉很好看 这店里一个小帐篷它也是可以卖的 感觉如果在这种可爱的帐篷里面 如果带到野外去露营真的太幸福 这是一些他们自制的用毛线编织的一些玩偶 这里墙上还有一些很多的插画 就也都很可爱 我们在导航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还正好路过了一个就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小巷子 这条巷子里种着这种很高大的树 就光看树的话会有一种北欧的感觉 这是一家偶然路过的小店 它外面有应该是不知道是店主还是他的朋友 正在谈优优优独播 就是在阳光这么好的一天下午 听见那种悠扬的琴声也让人很快乐 这是店里面 其实店里面的风格蛮朋克的 就是我都有点欣赏不来 它的这种花纹都是这种跳脱很夸张的这种 然后有两个人正在挑衣服 就是很小的一家店面 但是外面的装修也是 它这个蓝色一下就可以就是夺人眼球这种 路过了一间红色的这个小洋楼 它的这个红墙也很美 这是另外一家古董家居店 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些 就是一些黄铜炬的一些杯子啊古董啊 都是店主自己去周游世界 然后从世界各地逃来的 就也很羡慕它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自己平时窝在这样一家小店里面开店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去外面出国去逃一些货 就感觉生活的非常自由 然后不受什么限制 而且还在这么美的环境里面 这是一定店里有一个小鞦韆 阳光照在这个鞦韆上面啊 真的是一幅太美好的画面了 有好天气真的好 希望传说中的美与季节晚一点来 它树上还都挂了各种各样的小鸟窝 就给人感觉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家小店 这就是来到店里面 它整体真的就是给人感觉会穿越回了那种 18 19世纪的欧洲一样 就是都是一些真的就是很老的一些古董 就是店主正在工作 然后他养的猫咪正在跟他玩 这里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器具 它店里其实主要就是这些杯子啊盘子啊 有一些大件的家具它也会有 我不知道它是放在了储藏室还是哪里 就是它也会卖一些家具 这是坐在窗边可以看到它外面郁郁葱葱的小院子 里面有很多树 这是店主身后的一面墙上全是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摆件 就是我发现了好多哈利波特相关的摆件 店主说是它从大阪环球影城带来的 就可以看到它也有很多迪士尼主题的一些小摆件 也是它从各地的迪士尼草来的 我特别喜欢这一组 就是黑白的这组小人的 就感觉很可爱 有一些杯子也有一些摆件 这是它几个英文字母拼出了它这家店的名字 就是Hands 它这家店就叫Hands Shop 这些小人也都特别的可爱 就是你看见这一面墙满满当当全是这样的东西 真的会特别幸福而满足吧 我觉得 对这里还有个很有趣的小丑 真的一整面墙都是这些东西 就不知道猫咪会不会把它们打翻 然后打碎几个东西 这个店里也是布置着暖黄色的这种灯光 它的灯也是 就是店主 他说他有的时候是去从威尼斯 还有很多地方带回来的 就是院子外面 还可以看到这棵树很高的地方都挂了一些鸟窝 接下来我们就去了张乐平故居 因为我从小就看过三毛流浪记的漫画 这个算是我最早对上海的一些印象 就是从三毛流浪记里来的 当时觉得三毛在上海就是在大世界里面表演节目 然后特别可怜 就是受到了很多压迫 还有那种不公平的待遇 当时觉得上海真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这个小院子里面有一个三毛的雕像 这是一进来有个张乐平的塑像 还有他的一些 关于他生平的一些影像资料 还有他的一些手稿 还有他出版的书籍 其实这个张乐平大师他画的不仅是三毛流浪记这样子的 黑白的连环画类型的 他还画一些就是像年画这样的 就像刚才那些彩色的画 还有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就他的风格还蛮多变的 而且就看起来都很有趣 就真的非常幽默分趣的一位大师 就是他等到这栋小一楼上了二楼 就是他的一些还原他住处的一些场景 接下来路过了一家音乐盒的店 他里面有一些小王子主题的音乐盒 就给人感觉还蛮有心的 就挺好看 这家小店也是面积非常小 就这条路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店 就是让你在出其不意之间遇到 然后还挺惊喜的 就这些都是一些音乐盒 其实音乐盒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家店的氛围还蛮好的 我很喜欢他墙上挂的这些 就是热气球的这种装饰 店铺外面的门延下面 还挂了很多这样亮闪闪的小灯 接下来又是一家家具店 它是新开的名字叫Home Take 它一进来的这片空间特别有感觉 是这样装红色的墙 然后它有这个树的影子投到墙上 它整体的也是就是大块大块 这样色块就是很有感觉 这个灯是贝壳做的 就是你如果摸它的话 它会很有质感 然后这边墙上有一个挺酷的一个挂画 墙上也挂有一些照片 这些摆件也都挺有感觉 这套茶具上面的印花很有趣 而且这个墙纸的颜色我很喜欢 就是又不那么眨眼 然后又就是看着很舒服 这块还有沙发 而且这种百叶窗 它可以露下来这种一条一条的光线 也特别美 这里还有一个小灯 也是同样的贝壳材质做成的 里面有一些人正在洽谈生意吧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家具店里 买很多他们的家具 不过我就只是看看就好了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就是 它是一家快闪的概念店 就是它不卖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周末旅行的主题 就是一种概念的展示吧 可惜这个没有开 就是不然它会就是还挺有意思 你看里面感觉卖的东西 上面的标签都是一些故事 然后一些新体验 就是一些反正就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种概念店吧 但是它没有开 对接下来就是吃吃吃的部分 这是昨天中午我去吃的饭 昨天中午是我的一个室友过生日 然后他请我们去金安寺旁边 吃了一家素食的自助餐 就是很有趣 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素的 这些是素蘑菇 然后还有一些炒蘑菇 还有一些就是素的披萨 这个是桃椒 据说特别美容养颜 然后还有秋葵 就给人感觉特别健康 就是它所有东西都是素的 而且它会有一些仿昏 就很有趣 它会用素食的材料 做出肉制品的口感 而且真的做得非常像 就是如果不告诉你 你会信以为真 那个就是那种东西 比如说它可以把蘑菇炒出 就是牛肉的感觉 像这些小烧麦也都是素的 这个素烧麦特别好吃 这些就是各种素的糕点 它还有一些素的火腿 还有素的三文鱼 素的肉松 但是吃起来都跟真正的肉 就是口感一模一样 而且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经常说如果我爸妈要来上海的话 我之前只发现过一家饭馆市 我一定要来带他们吃一下的 这个已经荣登第二名了 就是一定要带我爸妈下次他们来的时候去吃一下 这个是素的 它用古老肉的做法做的一些豆制品 这个它也特别漂亮 而且也很好喝 是就是一碗素汤 很多炒的都是蘑菇 因为蘑菇很容易制造出那种肉的口感 这些荷兰豆啊什么 就是都真的特别健康 它的食材很新鲜 而且就是会 就很新颖 然后又很好吃 就不是故意标新利益的那种 而是真正的就是感觉 很用心的去研究了 然后做的很好吃 这里有个巧克力喷泉 我之前不知道巧克力喷泉可以 用水果蘸上 然后一下放到冰水里 它的巧克力就会 成为一层壳 然后附在水果外面 但是我还是没有吃那个 这里是一些素火锅 我们也还没有吃火锅 这个素山药酸酸甜甜 特别好吃 这里还有很多素的寿司啊 还有一些日式的刺身 就是它居然有那种三文鱼 就是说是三文鱼 但还是用素的一些菜做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 它的口感真的跟三文鱼一模一样 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些 它说是天妇罗 但是也不是炸虾 是炸了一些红薯 但是它一点也不油腻 就是外面的那层油炸的那个壳 非常的好吃 这里有很多酵素 我第一次知道在自助餐 还会有酵素 就是为了让人们帮助消化 就是以免吃了太多 然后这周我吃了三次面 就是突然很想吃面 这是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 新疆饭馆吃的一个新疆拌面 就真的连着三天都吃面 我可能是前面吃了太久 学校的套餐 就突然想吃面了 这是学校食堂的淡淡面 淡淡面我觉得也非常好吃 虽然我还没有去成都 就是四川吃过正宗的 这是另外一天 又去那家新疆餐厅 吃了一个炒拉条 它的味道也非常不错 吃面才是最让我感觉幸福的事 果然还是以后应该多吃一点面 不要光图审视 就在学校食堂吃米饭炒菜了 对这是我们去学期 最后一次借舞车的活动 我们又跳了一个比较伤感的一个舞 其实我还挺舍不得的 因为感觉每周都还挺盼望 星期三去就是跳舞 因为感觉还是一个挺好的放松的方式 而且我本来也很喜欢跳舞 这周一直在就是学习还有点忙 主要是要写一篇选修课的论文出来 而且这周末要考一个校内的数学竞赛 下周一又要考数学考试 所以就只画了一幅画 这是我上周买的一个零食 我是买的这个威化饼干 想来当早餐吃一吃 调剂一下 不然我总是去学校食堂吃早餐 这周就是这样 下周再见